你见过可以无敌8秒的鱼姬吗 8秒之内任由一个15G6层的猴子随便打 但是很可惜机会给他了 他不中用啊 我一件防御装备都没做 他打我8秒我死不了 但是我打他还不用1秒 经过我的反复测试在实战里面 真的是可以做到无敌8秒 要知道一个射手你8秒切不掉 这在后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对面只能无助地看着自己被你团命 这就是我研究了很久的8秒无敌6鱼姬 那么先说一下原理啊 鱼姬的2技能可以免疫所有的物理伤害 冷却拉麦以后CD时间为6秒 但因为状态会持续2秒 所以实际上2技能的空挡机只有4秒 那巧了 弱化的效果刚好持续4秒 更巧的是 苍穹和弱化的效果可以递加 两者叠到一起以后最高减伤78% 所以当第一发2技能物理免伤结束以后 你在开弱化点苍穹 减伤78%谁打都是刮杀 而减伤效果一结束 哎 第二发2技能好了 咱再随手一点把物理免伤给他续上 我跟你说猴哥人都傻了 当然了 这个不能免法上啊 所以欺负一下物理系的战士射手刺客还行 但是碰到什么法师法刺了 那就完了 那么这里是详细的出装顺序和命纹 如果你可以吃到buff的话 那么冷却鞋可以换抵抗 另外不要先手选鱼机 只要你是一二楼选的 那么这一把不出意外的话 可以召唤到爱玲和司马懿 兄弟们 我破防了 爱玲和司马懿什么时候塞啊 但慌 我是不可能慌的 我甚至还有点想笑 他有张良技 我有过墙梯 咱们第一件做魔女 既然我混不下去了 那么你们也别混了 或许做完魔女以后 我没什么伤害 打对面是刮杀 但很巧的是 对面打我也是刮杀 诶 这样就扯平了 就没有英雄克制了 甚至于还能反过来 咱们把爱玲给他压制咯 对面司马懿也是 女士想抓我 但是女士都切不动 我这弱化可还没开呢 司马老贼 诶 你怎么不行了 诶 这是造孽哦 即使敌方的司马懿红了眼 带着对面战机一起过来抓我 那咱们也是完全不慌 弱化一开 相信这一开始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鱼姬带弱化会不会很傻很呆 但是经过一波私血反杀 以及这一波的团战表现 那么大伙应该能看出来 鱼姬带闪现带弱化 其实各有利弊 因为有一些时候 闪现能做到的 带弱化确实做不到 但同样的 你带弱化能做到的 它闪现也未必能做到 像这一把 我还特意选了 敌方三个法系的素材 面对司马懿 艾玲 咱们的二技能几乎完全失效 但是照样打出了 这个玩法应有的弹度 所以当敌方的打野 是什么猴子 李白寒信的时候 你用我这个玩法 对面即使不被你气死 也会被你恶心的 不要不要的